这个女人叫林迪,一旦被激怒,她就会大发来停 地铁上你只要赶紧她一下,她就会呼你一脸 静坐时身边的人碰她一下,她就会大嘴巴子山沸 女驾驶叫脸摸她一下,她就会一脚决她命根 甚至一些极限运动,她也会发怒 这简直就是女版的郭坦森 她很想改变这种性格,但是无法成功 因为她好像是有那个大病,一声称其为间歇性爆发性障碍 林迪小的时候就极其易怒 旁边吃蛋糕的小男孩对她笑一下,她就会直接让她用脸吃 有其他小孩敢抢她的玩具,她就棍断交架 在她身边没有人会是安全的,父母只好把她单独隔离起来 就连医生想要对她检查,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他们想到送她去部队来改变她 训练官那么温柔地对她,也被她虐得不要不要的 实验最终,一种电击疗法可以抑制林迪的暴怒 只要她有愤怒的情绪产生 按下开关,电流就会抑制她的情绪 她也终于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林迪也尝试与人正常社交来改变自己 只是怕自己会把对方打飞 这次遇到个比较壮实的男人 林迪还在盘算她扛不扛走 服务员在点猜时却对男人冷嘲着讽的 林迪按下开关压住了自己的情绪 可在卫生间里,服务员又打电话嘲笑他们 电流压制也没能救得了嘴尖的服务员 第二天,林迪找到了自己的医生 医生看见她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枪 认识她的人都怕她犯魂 林迪想提高电压 这种层次已经无法控制她了 医生欠她找个男朋友 总是靠电压也不是办法 林迪嘴上说着用不着 你们男的都不扛走啊 私下又约了棒小伙儿 棒小伙儿真是个不错的约会对象 一顿图位形化红的林迪脸红心跳 俩人真是身无彩凤疮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此处省略248分钟 第二天,俩人甜蜜的分别 男友要去上班了 两人约好晚上去男友家里吃鱼 林迪一蕾幸福的来到诊所 跟医生说 你说我牛逼姑 我那大病好了 不用电机了 白白的您内 疯完了一天 直到晚上给男友打电话 原呢,吃鱼啊 却是警察接的电话 男友被人枪杀了 林迪简直不敢相信 他还没走他呢 原就没了 独自参加了男友的葬礼 他很心碰 那是老娘的心头肉啊 他决定要查出凶手 给男友报仇 他去警局偷了男友的身份资料 找到了男友家 还顺走了男友的麦凯伦 然后他找到了本是最牛的黑客 双眼镜大眼皮的黑眼影罗莉 黑眼影很快便查到最近电话都来自一个废弃大楼 楼主是一名军火贩子 不能让人白干活 他直接扔下了车钥匙 林迪坐公交来到废弃大楼 这居然是个地下黑拳场所 军火贩子告诉他 打败我的人 才有资格跟我谈 林迪直接干掉三名黑拳手 跟军火贩子上了车 结果军火贩子不但不好好说话 还动手动脚的 对付这种老色屁 林迪还是有一套的 一顿火花带闪电 军火贩子又啥说啥 甭说幕后老大 诸宗十八代都说个明白 既然找到了老大 复仇就开始吧 第一步 失败了 啥也不是 刚进电梯就被保镖给放倒了 保镖也没难为他 问清楚了原因就给他放走了 告诉他以后别来了 在家做个人吧 可黑老大听说了这事 直接让手下干掉林迪 他不想出现任何变数 林迪回到家 门上的六合酒让他感觉不妙 从窗户进来却发现了一个炸弹 对方是要吓死手了 他收起了炸弹 打开了房间所有可燃设施 只造一起大爆炸眼人耳目 他重新潜入大楼 复仇再次开始 又失败了 杀也不是 他就当不了什么特攻 也就是个暴力名 黑老大根本不在意他 只是说自己杀的人太多了 懒得去想 让保镖处理吧 还是那个屋 还是那个掉掉 不过这回保镖动手了 开动机器想慢慢折磨死林迪 痛苦使林迪瞳孔急速收缩 他又犯病了 现用锁链放的保镖 然后再一对小高跟 踹得保镖不能自理 干掉保镖后 外面又来了一帮打手 没什么可说的 比划吧 虽然林迪不是当特攻的料 但是打架他可没服过谁 就连灭火器都耍得有模有样 一个马不向前 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一具惹毛我的人有危险 一个我不抽的烟 一放好多年 他一直在身边 嘿 咋还串台了呢 所有的打手都被摆平 终于来到黑老大的房间 林迪就想当面质问他 你怎么忍心杀害那么可爱的小伙儿 那是老娘的心头肉呀 可是看到黑老大好像在午睡 就是男友拍着双手走了出来 林迪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男友居然没死 原来男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死的人只是一个流浪汉 林迪所有的实验 都是男友一直在操控 一生也是男友的手下 他只不过是男友培养出来的杀手 哪怕失败 就算林迪被杀了 他也不会损失什么 恐恐收缩 林迪暴怒了 他要撕碎这个渣男 可是一阵电机传来 男友怎么能没有电机开关 一次次的电机终于让林迪觉醒了 他要变 没有变身 只是适应了 他把背包甩给了男友 转身就跑 男友一脸懵逼看着背包 你这是要找哪出啊 打开背包后 林迪按下了开关 这年头每个开关都当不了主角 一切结束了 警察也抓走了医生 罪名是无证行医 林迪再次回到公寓 却出现了一个女人 这个发型 她居然是林迪实验的另一个参与者 而且她也有开关 又特么是开关 我们要也去买一个开关 很显然故事没有完全结束 应该是为续集做铺垫 不知道下集会不会叫 高压店 下期见